大家好,我是阿奇朵 今天我们来看烂番茄新鲜度20% TMDB开评5分 经历了5次改党的侦叉战警收官之作《新变种人》 月星在床上睁开双眼 看到屋顶天窗有人在偷窥自己 猛然起身,触境不妙 右手被束缚 她拖着铁床,在屋里溜达 发现门紧锁 于是大声呼喊 这时走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 安慰月星 你让我进去,我给你解释 然后告诉月星 你家那片被大风刮了 就你一人幸存 月星有些怀疑 然后凭着记忆 断定是被一只超大版恶化形态泰迪熊所攻击 镜头一转 一所都夺风格大房子内 5个人围成圆形 做成一圈 趁着现在人员都在 我先把这部电影的每位角色做个简短介绍 时间不会太长 因为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就这6个人在折腾 穿白大褂的中年妇女 名字叫塞西利亚雷耶斯 名字太长就叫她白大褂 是这所房子的管理人员 这里其实就是一所废弃医院 经过她的雇主爱塞克斯公司 改装成一所秘密关押研究变种人的研究所 白大褂就任这家研究所所长 兼副所长兼厨师兼门岗兼保洁员 反正电影从头到尾 所有活全包了 既然白大褂能看得住变种人 自然有着强大实力 没错 这就是白大褂的技能 能量罩 利用体内能力释放出一个防护罩 狼毒 全油中的二压拥有变狼的能力 变狼后拥有狼所具备的感知 耐力速度以及较强的愈合能力 变狼能力归属二压算是明智所归 密克 一位金发妹子 人见人爱 不过这位金发妹子的技能 就不怎么可爱了 魂之利刃与心灵传送能力 不仅精通所有黑魔法 更厉害的是 她还从暴风那里学到了白魔法 此外还拥有魔力铠甲和心灵防御技能 可以抵御魔法物理 以及叉教兽的心灵攻击 逆天的能力 加上亮丽可爱外形 让屏幕前的众多宅男们响入飞飞 加农炮 速度与破坏力 刚开始不能熟练掌握自己能量时 她的飞行如同无头苍蝇 后来撞墙撞出惊艳 就开始飞得像火箭了 给子 说出她的职业 会让不少年轻人羡慕嫉妒恨 她的职业就是富二代 这是个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的高端职业 来看看这位爹 哦不是 这位富家公子的超能力 首先 他将太阳辐射吸收 太阳黑子吸收 凡是太阳射到地面的玩意儿全吸收 然后存到体内 转化为体质能量 释放后能用于飞行 温度控制 光波控制 以及释放太阳黑子 看起来很环保的样子 介绍完几个人 回到影片 围坐一起的大白开始讲话 给这几个孩子灌鸡汤 让他们讲讲自己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子 大家都沉默不语 心想 自己这么珍贵的经历能随便说给你听 这时候月星走了进来 大家都不屑地看了看这位新来的菜鸟 只有狼独在月星进来的一瞬间 仿佛一见钟情版的挚友 然后二鸭还是老实交代了 把自己初次使用超能力的经历分享出来 听完狼独的第一次后 大白挂觉得不过瘾 让其他人都说一下 然而其他人不鸟他 密克起身想要离开 大白挂让他带月星出去溜达溜达 参观下咱们这所房子 密克性格有些孤傲 看新来的月星不爽 带他来到院子里 言语间刺激月星逃跑 月星经不住自由的诱惑 疯狂跑向敞开的大门 就当月星快要以为自己成功时 突然撞上一堵隐形的能量墙 倒地后鼻血直流 月星起身 抚摸这堵隐身的能量墙 发现这东西直通天际 没有逃跑的可能 后面的密克讥笑月星 凶大无脑 被惹怒的月星冲向密克 陪老娘的鼻血 密克利用空间传送 瞬间消失 破空的月星跪在地上开始发狂 这里月星应该是对自己家人的离去 和自己失去自由的一种宣泄 而并不是对密克恶作剧的一种敌意 月星生无可恋 决定从钟楼跳下去 这时二鸭出现 开始安慰月星 谈理想 谈人生 说服了月星的二鸭 把月星从窗户救了进来 两人倒地后 相识一笑 仿佛已成为最好的闺蜜 到了晚上 房间内的监控设备开始启动 监视每个变种人体内能量的变化 在月星的房间 监控仪器独数异常 显然月星在睡梦中 无意间启动了自己的超能力 最后隆重介绍下月星的超能力 说通俗点讲 就是把人们心中最恐惧的情景 实物现实化出现在你面前 这次 在洗衣房的加农炮不幸中招 被吸引到洗衣机前 向漆黑的洗衣机内部看去 幻境中 加农炮看到了在矿井中 双眼流血的父亲 转头质问他的措施 加农炮惊醒过来 随后被误发的能量炮弹飞出去 洗衣机无故躺枪 监控室内 白大褂发现月星房间的异常 浴室里 月星看着狼独肩上W型烙印 想问由来 而狼独却不想提起 一切的一切 都是众人心中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 娱乐室中 几个人无聊打发时间 这时候月星推门而入 密克也是太闲了 挑逗月星 并恶语相向 密克这么做 一向是性格孤傲的密克 二是实在太闲了 言语互相伤害 月星嘴上也没吃亏 然后密克违反了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的女人对战潜规则第二条 年轻人不讲嘴德 侮辱了月星父亲 没占到便宜的月星恼羞成怒 使出了独门绝技 魂之利刃 变出一把灵魂之刃 朝月星劈了过去 这时候白大褂及时出现 用能量罩救下了月星 随后两人被关禁闭 禁闭室内 两人在睡梦中 各自梦见自己的梦眼 密克的心魔是一个无脸人 果真应了那句古话 没脸没皮 天下无敌 禁闭室另一房间内 月星的心魔在睡梦中出现 墙角监控仪器的能量指数 已经接近爆表 发现异常的白大褂 快步走向月星的房间 梦中 躺在草地上的月星睁开眼睛 一双血红双眼怪兽张开大口 这时 白大褂来到门前 打开禁闭室铁门 发现月星站在那里 摊开的双手上沾满了血迹 白大褂开始安慰月星 让他相信自己真的为他好 然后偷偷对月星的变种人能力 进行分析 密克三人闲着无聊 趁着白大褂睡着 拉上狼独月星 去阁楼玩真心话冒险 月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那头泰迪熊 是他最害怕的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一起长大 白大褂发现昨晚的事 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 忽悠他们 想进插战警编队 就给我在这好好听话 加弄炮对自己最近总做噩梦很不安 和白大褂争吵几句 想要个解释 但他也没办法解释 最近发生的一切 只能忽悠他们 好好地在这里待着要听话 话说前脚刚迅闻 后脚给你下药 把白大褂撂倒 完事后 几个熊孩子就在这里又蹦又唱 开始狂欢 二鸭与月星通过房间内秘密管道 来到院里草地上 两人躺下仰望星空 诉说内心独白 钟楼上 这俩人探讨过人生 草地上 这俩竟然开始探讨生人了 房间内富二代黑子 在泳边看到密克在水中对自己的呼唤 也迫不及待下水找他探讨生人问题 由于讨论过于激烈 导致黑子体内能量失控 体温升高 密克问怎么回事 黑子就把女友的死因告诉了对方 这也是困扰黑子的心魔 密克奄然一笑 送一两字 走人 黑子在水中寻找密克时候 从水中伸出一只烧焦的手 抚摸着黑子后背 黑子转身看见被熊熊大火包裹的一个人 并认出了是前女友 黑子恐慌地呼喊着 白大挂被呼喊声惊醒 这药量不够啊 外面月星两人也被呼喊声吸引进来 泳池边 黑子体内能量失控 身体被火焰包裹 随时可能爆发 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白大挂赶紧拿着拖把 把黑子拖进了水中 你还想点了老娘房子不成 冷静下来的黑子找密克理论 才发现这只是一场幻觉 众人也开始对白大挂的身份有所怀疑 今晚的闹剧 作为领导的白大挂不处理 今后这群孩子还不得蹬鼻子上脸 心砖接瓦 所谓枪打出头鸟 这时候没社会经验 密克就站出来顶撞白大挂 白大挂也给今晚闹剧找个台阶下 于是乎密克进闭室走你 白大挂准备再次对月星进行能力测试 结果出了意外 失控的月星内心精神控制力蔓延到整栋房子 这次首先狼独中招 被神父在现实中在肩上唠了一下 随后密克心中的无脸人出现 把密克吓得够呛 反应过来的密克知道这是月星的技能 找月星算账 又被赶到的白大挂一针撂倒 期间密克向白大挂说了自己的发现 感觉心中愧疚的月星找密克和狼独谈话 请求谅解 白大挂这边把自己的发现汇报给了上级 而随后公司下达命令要求除掉月星 理由是他的能力过于强大 还没找到控制这种能力的方法 白大挂骗月星接受治疗 实质趁机杀死他 这时月星脑海中恐惧感再次蔓延到整所医院 被现实化的无脸人大量出现在医院的走廊 月星这边正当白大挂准备动手之时 被从通风管道下来的狼独一阵狂抓 成功救下月星 二人出门准备与其他人会合 密克和加农炮黑子 通过自己的超能力顺利的逃过无脸人的攻击 会合后的几人 在白大挂的办公室里找到了真相 了解到关押他们的真实目的 几人随后找白大挂算账 在手术室受重伤的白大挂并没有死 用能量罩将五人困住 最后月星内心恐惧再次出现 把内心最害怕的超级无敌恶化版泰迪熊 召唤到现实世界中 白大挂话还没说 就被出现在身后的恶熊一口当点心了 瞧着情况 几人赶紧带着昏迷的月星离开 在走廊中几人合计着 这躲也没法躲 不如把月星心中那恶熊给杀了 这时的密克大解范十足 说你们都留下 看解的 说完 随着一阵华丽的魂之利刃技能特效 逼格十足 加农炮一想 一个大佬爷们跑什么 转身加入围剿太极熊的战斗中 经过众人一番英勇抗熊斗争 不出意外 一阵操作猛如虎 嘴巴里全是土 最终几人被恶熊按在熊爪下一顿摩擦 守护月星的狼独一看 恶熊追上了 上去就在熊头上一阵九阴白骨爪 皮那是出名的后 梦境中 月星害怕的躲进了一个树洞里 这时外面出现了父亲的身影 并鼓励他要勇敢面对心中恶魔 或许听到闺蜜狼独危险时候的呼唤 这时候的月星苏醒过来 面对恶熊 说了句停下 转身对着月星就是一声咆哮 随后 月星通过自己和动物交流的技能 让恶熊化为泡影 烟消云散 影片最后 几人携手走出了通往自由的大门 迎接他们的又是怎样的世界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 鼓励人们战胜自己内心恐惧 克服自己在成长阶段所面对的阴暗面 俗套的剧情 使这部饱受期待的影片 并没有得到太高的评价 OK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